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最近呢,天安相保定天天有大风 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发现啊 这个皮肤搔痒的人比较多 就有些时候上班的时候 你就见他们经常没事 挠挠这,挠挠那 那这个皮肤搔痒呢 一般呢,就是因为常见的原因啊 血虚生热啊 或者是这个阴液亏虚 导致我们基表的阴液啊 这个不足啊 就会造成我们的皮肤搔痒 那如果啊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会针灸的同学 我们可以去针灸 那不会的呢 我们也有两个穴位啊 可以治疗 那例如说 这个搔痒部位主要体现在上肢 我们就可以点按取持血 那取持血 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 传统针就特别常用的一个大穴 它可以疏风 解表 清热 消炎啊 所以一般呢 就是上 就是肚气痒以上的啊 消炎大穴啊 这个就归到取持管 那还有一部分人是下肢搔痒 那按说呢 这个肚气痒以下 下肢呢 就归到住宾管 但是呢 实际上 针对这个皮肤搔痒 其实血海啊 这个穴位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 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治风先治血 血形 风自灭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很多都是 本身皮肤搔痒 就是因为这个 血须生热造成的 所以呢 如果是你的 骚痒的部位啊 就是在下肢 我们就按这个血海 你看这也正好 应了我之前讲课 每次讲的时候 你看 我说治疗一些 这个皮肤病 我们有一组 特别经典的方子 就是足四马 配取持血海 一般的各种皮肤病 它都可以治疗 足四马呢 属于治疗皮肤病的主血 然后再配上 传统的取持血海 三个组在一起 铁三角嘛 黄金搭档 治疗皮肤病 效果就很好 所以呢 不会针灸的同学 我们可以直接啊 按着两个血位 也可以 好 呃 今天呢 针对这个皮肤搔痒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 大家好 我是刘红云 近期呢 我将进行这个 董事齐血的公益直播课 如果想要进直播间 学习的同学 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然后进入头条主页 然后私信给我 我会安排我的助理 把大家拉到直播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